阿發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妳剛剛在台上也講過 就是妳之前是以聽說 拿下背影的最佳理配角 這次再過了那麼久 然後再拿下最佳理配角 二度拿下背影的獎項 心情開心嗎 說不開心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心情 就很開心 背影每次都在我 覺得自己很迷茫的時候 給了我很多的肯定 然後讓我可以更確定 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 然後這次因為妳帶小小龍 演的是一個母親的角色 然後面對一個郭東正的女兒 那這個妳進入這樣的角色 演出這樣的角色 對妳自己的家庭之魔 就是對於妳 對於自己的小孩的想像 那邊有沒有一些不同嗎 我覺得每個 因為我們這個是有 裡面的角色的想像 是比較特別的 但現在在這個社會上 其實這樣的小朋友 其實很流行 每個班級上幾乎都可能會有一些 有時候自己的小孩或是朋友 都其實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大家不要避諱去談論 談或者是不要避諱的 去發洩自己的情緒 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我覺得很開心 可以見到這個電影 讓大家更可以知道 就是面對一個這樣子的家庭 妳應該要給它 什麼樣的幫助 是 好 謝謝 謝謝妳 再次恭喜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